公正党书邦国会议员西花拉莎的助理张福明三天前宣告失踪 至今音讯全无 不过西花拉莎和五级烂彰州议员黄洁斌今天透过文告指出 张福明的脸书信息今早显示在线 这可能意味着失踪的张福明目前还可以使用脸书 或是有其他人正在使用他的脸书账号 对此西花拉莎和黄洁斌呼吁警方跟着这条线索 尽快找到张福明的下落 同时他们也呼吁警方设立特工队调查张福明的失踪案 民众如果知道张福明的下落可以提供情报给警方 五名摄影分子相继离奇失踪引起关注 公正党宣传主任赛伊布拉辛对此呼吁 警方应该更专业透明和公正的处理这些案件 消除人们的疑虑 律师工会主席佐治瓦基斯和其他非政府组织 如促进人权协会同样呼吁警方应该彻底调查五人的失踪案 将肇事者绳之以法阻止这个危险的发展趋势 五名相继失踪的社运及宗教分子就包括 去年11月在玻璃市家央失踪的社运分子安里瑟默 约书亚西尔米牧师和他的妻子路斯牧师 在今年2月13号遭人掳走的徐锦成牧师 和几天前失踪的张福明 MTB7综合报道